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号星期二 现在给大家报道一则突发新闻 一架飞机在中国坠毁 在中国江西省吉安县坠毁 机上五人全部死亡 时间是昨天3月1号下午三点过 地点是吉安县的一个农村 飞机爆炸起火坠毁之后引发大火 煽动民房被烧毁 而火事延续了6个小时 从下午3点19分坠毁 到晚上9点20分才扑灭 官方对地面死伤数字毁磨如生 只说有一位农民受伤送医 这架飞机实际上是一个气象飞机 因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江西省陷于全面干汗 尤其在吉安县干汗严重 派出气象飞机进行争雨和降雨 死亡的五个人飞机上全部就在了五个人 那么三个是降雨的作业人员 两个是机组人员 就是包括驾驶员 这个飞机据说属于一个公司叫 北大荒通用航空公司 这个北大荒通用航空公司总部在黑龙江 是全球最大的农林两用的气象公司 或者是气象飞机 所以这个飞机有很多的功能 可以撒拨 还有吹雨降雨 还有综合集成 还有信息合成收集等等的功能 而这个飞机据说是由中国一个叫华云气象科技公司所生产的 另外曾经还送到美国去进行了改装 说是相对比较先进 而且号称有一个牌子非常响亮 叫中国王350-12这个飞机的型号 那么这个飞机在昨天坠毁 说是让人感到非常意外 那么这算是出了一个大事 那么当地正在调查 对飞机坠毁的事故 还有死伤情况都在调查 但是当地的村民说 这个飞机在坠毁前已经出现了迹象 所以这个飞机在上空飞行的时候盘旋 然后说也出现了不正常的摇摆 至少有三到四分钟 后来就发出一系列的响声 一系列的怪响 再之后这个飞机就头朝下一头撞向地面 撞向地面就直接撞进了三栋民房 所以巨大的爆炸声 然后引发大火 引发起火 然后这个火势烧了整整六个小时 那么这就是事故的全貌 究竟事故背后是什么 是不是仅仅是气象原因 或者是作业或者机械故障 那么恐怕还有待有关方面的调查 其实这是中共两会召开前的一个一声爆炸 一声巨响 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值得一提 那就是早先还有一名运载火箭发射时代爆炸起火 那么现在调查了结果 这个运载火箭是2月1号发射的 当时它的名称叫做双曲线1号摇2运载火箭 这个运载火箭是中国有个民营公司所发射的 这个民营公司的名字在北京叫做星际荣耀公司 当然这个民营公司谁都相信是假的 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民营公司 尤其是航天发射 这个民营公司背后一定是官方 甚至就是中共的军方或者是国安 因为这个公司居然可以用9圈发射中心 这都是属于国家的发射中心 那么表面上是民营恐怕有眼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比如说做间谍工作用 或者就是说背后有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这个荣耀兴起成立之后 在去年曾经发射火箭所成功 所以成功的将两枚卫星送入这个空间 那么这回是第二次发射 所以信息满满叫做第二发 就在2月1号 但是没想到却失败 发射不久就偏离了轨道 出现奇怪的形象 然后就坠毁 那么经过一个月的这些专家的汇诊 说发现原因是什么 说是有一个保温的泡沫 本来应该在一级二级火箭发射的过程中脱落 脱落之后离开机体 但是保温泡沫挂在了一个叫做三格陀上面 三格陀被挂住之后 这个火箭就发生了机体摇摆 改变了飞行的轨道 因此在一二级火箭都还没有完全脱离的情况下 就发生爆炸起火失败 这个火箭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个火箭发射上天之后 出现了奇怪的图形 有的观众和民众看了相片视频和当地情况 都说是鬼化陶湖 鬼化陶湖是这个鬼图 这个奇怪的图形 因为这个火箭有个意外 有个非常奇怪的情况 就是这个火箭的机身写满了奇奇怪怪的文字 号称天书 说是用什么合成的一些镀金魔方所做成的 还说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叫做徐斌 这个艺术家徐斌 说徐斌的作品是相对于一个艺术产品 要发向空中 但是当然它是要去运载火箭的时候达载卫星 应该是达载的卫星也都失败 爆炸 所以这个机体上写满了这些怪的文字 那么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发到天上去寻找外星人 或者是去寻找外星的生命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没有说我猜测 但是总之很奇怪 这些奇怪的文字写满了之后 后来这个火箭发射到天空之后 爆炸起火 天上是奇怪的图形 有的看上去像魔鬼 有的时候看上去像妖女 或者说有的时候看上妖精的这种链子段子 这个绸缎在天空乱挥舞 总之是给人看上去非常的不祥之兆 不不吉之兆 给人非常惊恐的感觉 所以这个火箭 这个爆炸 原先没有太多人知道 但是最近才公布出原因 但这个原因是不是中共官方所说的原因 是说这个保温泡沫的降落掉在那个山格上不得而知 而这个所谓的民营公司 这个星际荣耀这个公司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也不得而知 显得非常神秘 总之 这个运载火箭是发射失败了 号称叫做双曲线一号二发火箭 那么就是一发成功 二发失败 应该说损失惨重 那么这两件事都发自在中共的两会 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 因为中共从3月4号 3月5号开始相继召开 全国政协 全国人大 而在这个全国人大上 企图要进一步的砸烂香港 砸毁一国两制 进一步的迫害港人 主要的目标是要剥夺港人的选举权 不仅不答应香港人要求双普选的权利 本来是基本法写的双普选 循序渐进达到双普选 普选特首 普选立法会 现在连一般的选举都要剥夺 包括立法会 区议会 特首选举 全部都要剥夺香港人的选举权 搞成小圈子选举 而且在此之前 为了祭刀 为了给两会造势 还大批地抓捕香港的这些民主人士 一举抓捕47人 制止了香港版的228事件 同一天当然缅甸军政府也制止了他的228事件 就是缅甸军政府在街上枪杀民众 当天死了18人 两个228事件是今年所发生的 那么中共一般开两会都千呼万范的要安全 要社会稳定 要禁除检查 到处的是安全 但是越讲安全越出事 现在就连出两个事情 先是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爆炸起火 现在又是飞机爆炸 可以说都是不想制造 不急制造 而这个不想制造 不急制造 对这个所谓两会是一个什么意义 那么对两会要去追杀香港人 迫害香港人又是什么意义 恐怕有一个天意 那么民众就在议论 运载火箭的失败 说是上天是井 因为既然说你居然是发上天的一个东西 既然是人间发上天的东西 你怎么能写天书 代替天吗 在火箭上鬼话陶斧 乱写文字 说天书 这是对上天的触怒 另外还有人说 这样的火箭一上去就下来 难道是地对空导弹吗 但是另外的网友说 这不是地对空导弹 这应该是地对地导弹 因为一往上发 然后就往下掉 叫地对地 而不是地对空 然后有人就说 由于写了这个天书 触怒了上天 触怒了老天爷 老天爷拒收 因此打回地面 当场打回地面 然后让你自我引爆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象征 就是当中共大规模地去摧毁香港 迫害港人 追杀港人 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公愤的时候 恐怕也引起了某种天意的反应 所以叫做天路人怨 都在这一刻发生 都在这个时间发生 恐怕是某种意念 所以即将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 将会发生什么 北京是戒备生年 三不一纲 五不一哨 到处是便衣特务 而其中又试图发动另一类的这种软性的 相当于宫廷黑手的那种对香港人的这些措施 这就是它的集中目标 就是要进攻香港人 剥夺香港人的选举圈 所以上天市井 连续两声爆炸 两声巨响 对给中国的两会算是一个送礼 还是一个警告 那么包括习近平 七常委 两会的这些人应该心知肚明 中国政管县委有句话说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但是习近平当局 王沪宁当局就是搞极左路线 对内极左路线 对外扩张威胁 非要把国家恐怖主义强加于香港 强加到所有的地方 所以完全不是一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架势 这个架势将会得来怎样的回应 怎样的报应 那么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